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ESP很多对汽车不了解的人还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买车的人都很看重它 其实它就是车身电子稳定系统 根据不同的厂商也有不同的名字 但是功能都是差不多的 它就如同汽车的小脑 帮助车辆维持动态平衡 一般人们都认为它是博士发明的 但其实奔驰也参与了研发 这就是为什么奔驰要往大巴上安装辅助轮了 因为ESP就是在极端情况下 发挥作用的重要保命装置 当一辆笨重的大巴高速过完时 如果没有ESP帮助保持稳定 很容易就会翻车 而研发测试时 当然不能试一次报废一辆车 于是奔驰就简单粗暴地 给大巴装上了两个辅助轮 真的要翻车时就靠它顶着了 样子很搞笑但确实很有用 可以说它也是ESP研发的大工程了 视频元素来自梅塞德斯奔驰 由Max Honor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 感受最美创意生活 请关注Max Honor创意公园